那你最近被藍白鋪天蓋地的攻擊 只是因為說他要查第五重隊 這個話牽扯到中國最敏感的神機 沈漢不是在跟你講政治 沈柏洋是在跟你講國安 請問第五重隊臉上會寫第五重隊嗎 扯林教練是扯林教練還是共諜 所以今天在講的是 我們如何在保有自由民主的前提之下 不懲罰思想犯 但你有行為的話我們要罰 你如果做出賣國的行為 我們要怎麼處理 而現在中國又利用包含剛剛快艇 平戰轉換 快艇簡訊扯林教練 我已經想不出什麼不可能了 這個叫做灰色空間作戰 沈柏洋已經是台灣 在研究國安議題裡面非常專業 而且是可以跟大家交換意見的人 被鬥爭 被這些根本不知道 你看下面那些名字 哪一個人曾幾何時 講過一句跟國安有關係的議題 他們就只有在貼反標籤 在抹黑沈柏洋的時候會出現 不要在那邊 你要嘴 然後又不做事 出一支嘴 在那裡吃吞咖啡 看人家在掃肚子 這樣子你好意思出嘴 台灣真的沒有第五重隊嗎 我要談 中國對於台灣的滲透 是真的已經五孔不入了嗎 去年選舉有發生一件怪事情 選前三天 蘇智芬大戰丁學忠 還記得嗎 最後丁學忠是顯勝的喔 那個時候發生一個非常關鍵的事情是 選前三天 蘇智芬在跟賴清德在掃機的時候 當地一堆人 胡偉症或周圍不特定的民眾手機收到簡訊 裡面說什麼 警惕警惕 賴神將徵用民宅宮廟變成彈藥庫 胡偉百姓何去何從 危險危險 一旦爆炸 方圓十里無人倖存 很多人都收到 現在調查結果出來了 是中國的簡訊 我們來看報導 今年1月10號 總統立委選舉投票前三天 為不少居民收到這封簡訊 內容提到雲林胡偉被曝 將設置導彈基地 一旦爆炸 方圓十公里內將無人倖存 憑立委連任的蘇智芬立刻提告 適合半年偵查終結 我不太能夠理解就是 因為這畢竟是個總統大選 蘇智芬質疑境外勢力 因為簡訊裡不只出現簡體字書寫 還包括檢方查到發布簡訊的號碼 竟然是中國一家名為上海創來雲智的公司 向台灣公司陳豬直接發送簡訊 而檢方表示不能透過其他方式追查該公司何人發恐嚇簡訊 也提到本案先犯英屬不詳之大陸地區人士 這幾年因為人力成本的提高 為了壓低簡訊價格 原本的1塊錢0.7塊錢 現在越壓越低也造成台灣公司的相當大的負擔 所以簡訊系統這一塊就越來越少人做 於年第一選區選舉人數約27萬 寬勝成本只需不到30萬 恐怕就有威嚇效果 蘇智芬也指控席日對手賬家涉入 居然的話可以透過中國的勢力 然後干預總統還有立委的選區 而且發的簡訊的時間點的話 就在賴清德 執委 車隊掃節的前一天跟當天 還有隔天 那個時間點太巧合了 蘇智芬前委員他一直以來都有被害妄想症 所以他會羅織很多的罪名去滿足他要 攻擊政敵的這些言論 所以我對他不予置評 大學落幕近半年 蘇智芬與張家持續證供相對 阿川 蘇智芬最後輸是3029票 10萬的立委票輸3000票 任何一個風吹掃漏都會影響 中國借選借到什麼程度 蘇智芬跟賴清德在掃家的時候 有簡訊說 戴清德要徵用民宰作為彈藥庫 胡偉政一旦爆炸的話無人信存 老人家看到會怕嘛 蘇智芬馬上去控告 可是遲到的正義 有時候真的不叫正義 雲林地檢署 今天終於回來了蘇智芬 阿川 你說你看完了 這個公文寫 簡訊來源是中國啊 這事情齁 這事情差不多是選舉 一月十號啊 十號嘛 那他今天上去到的嘛 差不多要挖一個禮拜 對 整個豬馬 豬馬因為六千頓都要去豬馬 對 要去那竄算 去那竄算 豬馬的人 很多都遲了這個簡訊 說什麼豬馬要翻彈藥庫 找廟啦 公廟來做彈藥庫 找名寨作彈藥庫 這個就傳傳 對蘇智芬來說 你這種傳下去 賴清德要怎樣 我收地方要怎樣 結果他就是告了 經過多久 現在現在是六月了 這差不多還差五個月了 對 五個月後我們的地檢署去查 有 查到這簡訊是什麼人發的 就是一間公司 叫做上海串南雲智公司 自行申請帳號 然後他透過企業平台 他去跟臺灣的這一家叫做互動資通股份 有限公司 申請這個門號 然後透過企業簡訊發出這一個 好 這間上海創蘭雲智公司 什麼人的 叫中國的公司 中國的公司 這到底是中國發的還是台灣人發的 因為他裡面出現兩季 一季叫這個社 叫這個徵用 這都不是臺灣用語 這社就是簡體字嘛 對 徵用我們的徵是比較複雜的 衛徵那去徵嘛 對 這個徵用這個徵 徵招 徵招 徵招的徵嘛 對 對 他是什麼徵 代表說 發這個簡訊內容的人 哇 他說這些都跟大陸地區人民習慣相符 主張本案犯險應該屬於不祥的大陸地區人士 我怕這句話帶來代表什麼 結案 沒有啊 沒有啊 我差沒有啊 完全完了 差沒有啊 輸三千票 我們去年 去年選議到今年年初在選議進行 我們是不是說阿強都會投過這種有的無的假訊息 什麼來攻擊台灣的候選人嘛 他這麼差沒有嘛 這是最典型的案例 你知道收徵分啊 這都輸三千票嘛 對不對 他怕一個好位 這是不是好位 對 這是好位嘛 對 怕一個好位 距離他四年前選舉 減四千八百票 這個簡訊發出去就是這個差距啊 四千八百票 而且直接鎖定虎尾 為什麼鎖定虎尾 因為虎尾是頂學中在做頂張 對 收徵分對收徵分來說 虎尾也是重要的規定 本命區 結果他把這張好位出去了 收徵分的票 距離上次兩千 差四千八 差四千八百票 也叫他選舉十五三千票 對 你說這個有完畢嗎 可是這個東西 阿強介入台灣的選舉 用這個方式 查了幾個月 五個月 對 五個月查出來 而且他在選前 可能像一禮拜的時候 把你撥去出來 我們一月十三投票對不對 對啊 這是什麼時候 一月十號 一月十號 去過了 去過了 去過了已經都不符了 因為現場 不可能那麼快去查出來 對 而且就只能確認這個是中國發的 是 所以阿強用這筆 用台灣的民主 摧毀台灣的民主 對 用這一種模式 提供這些假訊息 假的影像 各式各樣假的方法 影響了台灣的選舉 你看看收徵分這次 一來一往 對 收徵分這次 如果調頂學中就算 民進黨比最大黨的 對 民進黨比五十二人 對 國民黨比五十一人 對 從這個方式去台灣 割在選舉的時候 有多少人 是這樣就算 對 以民進黨來說 這件事情也值得我們繼續觀察 好 非常謝謝阿鑽 我們請阿鑽回到問題上 我們今天要談什麼 談中國對於台灣的滲透 我這兩天都在看這個新聞 我就想說這個人很扯 比扯鈴還扯 對不對 這真的很扯 扯鈴教練竟然是共諜 我們台灣連扯鈴教練都可以是共諜喔 然後這個扯鈴教練共諜更扯 把華航一個人收買千派員 收買多少 一萬塊 他就拿到蔡英文班機的行程 扯吧 你說台灣沒有第五重隊嗎 就沈柏洋 我等一下問3Q喔 沈柏洋就說了 第五重隊是個問題 他是很難認定 誰能想像扯鈴教練 竟然是第五重隊 應該以風險高低來看 風險高有擴管 譬如說立法委員 這完全沒毛病阿 對不對 風險越高的人越需要被控管 哪有毛病 難道去控管風險低了嗎 結果開始造謠產業鏈喔 有媒體就說 沈柏洋要管制中配 羅志祥馬上說 沈柏洋要監控中配 鍾小平說 沈柏洋十萬匪諜裡面可能有中配 信小平說 綠色機首 沈柏洋才是間諜 林平賢 沈柏洋成立第五重隊 監控中配跟台商 陳志涵 沈柏洋是麥卡錫主義代言 誰要看到說 瘋了嘛 我前面的語言故意是 第五重隊是問題 要以風險高低來控管 風險高到控管 經營到沈柏洋是麥卡錫主義代言 3Q 你也研究這個議題了 會不會太扯 陳志涵講得很好 陳志涵講到精髓 他就在貼標籤 怎麼樣最近被藍白鋪天蓋地的攻擊 只是因為說他要查第五重隊 這個話牽扯到中國最敏感的神機 沈柏洋不是要跟你講政治 沈柏洋是要跟你講國安 請問第五重隊臉上會寫第五重隊嗎 扯鈴教練是扯鈴教練還是共諜 第五重隊是三分證上面會改名叫第五重隊嗎 沒有啊 你們想像一個畫面 第五重隊如果萬不離職 國安局抓到 他是會怎麼樣 掉在鐵鏈上 然後拿鞭子一直打 是不是間諜 你是不是間諜啊 我不是 你還有誰 長江七號 前六個是誰 我不是 他怎麼樣都不會承認 你要怎麼認定啊 你要怎麼認定 然後台灣是什麼 台灣是在走過那個共產跟法西斯之後 的一個自由民主國家嘛 那自由民主有什麼 有言論自由啊 所以我們的退將說 我想要去黃埔軍校校慶可以啊 你不要在那邊亂講話就好了啊 還有他的身分認同的問題嘛 所以今天在講的是 我們如何在保有自由民主的前提之下 我們不處理不懲罰思想犯 但你有行為的話我們要罰 這個就是我們的立法精神 所以我們現在在講的東西是 立法的精神是什麼 你言論自由不保障賣國嘛 所以你如果做出賣國的行為 我們要怎麼處理 而現在中國又利用 包括剛剛快艇啊 平戰轉換啊 這個叫做 快艇簡訊扯林教練 我已經想不出什麼不可能了 這個叫做灰色空間作戰嘛 這裡面沒有打過任何一發子彈啊 但他有沒有危害到台灣 有 有嘛 所以這一些就是所謂的 可能性的第五重隊 沈柏洋已經是台灣 在研究官議體裡面非常專業 而且是可以跟大家交換意見的人 你要知道我們這些意見領袖 大家出頭都很多 我看他不爽 他看他不爽 沈柏洋是少數因為他的專業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那跟著他 這一句話你說了算 對 確實 確實 被鬥爭欸 對啊 被這些根本不知道 你看下面那些名字 哪一個人曾幾何時 講過一句跟國安有關係的議題 沒有 他們就只有在貼反標籤 在抹黑沈柏洋的時候會出現 你如果說沈柏洋黑白公圍 我來立一個比他更好的法 那OK 我更高權的 更厲害 你比沈柏洋更高台灣 阿姨 我回答給你 看是上面哪一個 哪有 沒有啊 他們講完是不做事的 他們批評完沈柏洋之後 請問他們有更好的 第五重隊解決方法嗎 沒有啊 打拋尿就走了 所以只有兩個問題 各位台灣人民只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 台灣有沒有可能有間諜 有沒有第五重隊 扯鈴教練共諜案 所以第一個答案就是一定有 那第二個就是要不要防 要 要防那就是跟沈柏洋 或者是跟這些我們關心國安 跟著新台派一起把台灣 顧起來 對 不要在那邊 你尿嘴 然後又不做事 出一支嘴 在那裡吃粉粘咖啡 看人家在掃肚子 這樣子你好意思出嘴 我頭到尾巴下去 是 我跟沈柏洋講很有道理 就是誰都可以講 國民黨輪不到你們來講 這個議題我玩好了 可是我要問瑞德哥 管制第五重隊錯了嗎 我們以前都把這個 共產黨呢 要這個滲透的對象呢 要插陣的對象 都認定是台商啦 將軍啦 將軍嘛 像羅賢哲對不對 附陸軍的這個少將啦 多厲害了等等啦 你錯了 中華共產黨無孔不露 從國台辦一直到這個統戰部 一直到國安局啊 他想盡辦法 用所有能夠動員的能力呢 他就是要插不同的針 那麼你哪知道到底是誰是共諜呢 因為很簡單啊 因為呢 那麼各位還記不記得 之前那麼在這個講一大堆人的時候 那時候國台辦的這個發言人 叫陳兵華 陳兵華曾經出來講說 要對台灣五位 我們都認識的什麼名嘴對不對 要給他懲處 要給他怎麼樣 因為他們發表五位 沒說一大堆啦 欸 王一川好像旁邊 你也是嘛 我也喔 那麼我後來就直接針對陳兵華 因為陳兵華曾經派駐在台灣的記者 直接告發 向高檢署告發陳兵華 我要讓你啊 被台灣政府通緝 知道嗎 那麼我在我臉書寫了半個小時 最終電話打來 誰 這通電話打來 各位 哪來的 中國福建靈德 哈哈哈哈 我在臉書寫半個小時 哈哈哈哈 打來啦 第五重隊打給你了 不是第五重隊 他是中國的媒體 因為我沒有接 他後來我聽那個留言對不對 他有在那邊未接留言 講一大堆這樣等等 問題是半小時就卡來 對 我從來沒有接過這通電話 半個小時後就打來啊 什麼意思 他在監視你 等一下你這個很可怕 瑞德哥你說你是發臉書半個小時 對 電話就打來啊 發臉書半個小時 不要講中國 我們台灣的集資新聞 都不見得出喔 對 中國媒體已經知道 而且打在他 他在監看 表示他是監看每一個人耶 告訴你 我們常常講網軍網軍 你怎麼跟中國共產黨比 他單單負責這個網路監看 負責網路搜索 三十萬的正規網軍 對 我非常的訝異 為什麼 我想說我這麼小咖 你們五個人都全部都被懲處了 我也沒有啊 對不對 雖然我之前幾年就有了 對 但問題是 他打來啦 三十 三十分鐘連比如說什麼 我們自己新聞台的集資新聞 都不見得來得及發耶 沒錯 連我太太都不知道 對 結果他竟然知道 他馬上打來 馬上要跟你那個 進行一個講好聽 叫採訪 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 他有多厲害 那麼到什麼樣的程度 到這樣的一個程度 那各位很少看過共諜 也很少跟共諜 我告訴你 我跟共諜的前身 匪諜 我們是鄰居 哎呦 五十年前 不是我講古喔 是五十年前 我那時候住在那個 台北市的 Vanka 你知道嗎 大Vanka 那時候我父親從日本 他是日本的台橋啊 帶了一個收音機來 以前收音機是要有證照的 你知道嗎 然後呢 要把SW1 SW2 短波長波全撿對 不讓你聽 結果晚上沒事做 就打開 常聽到滴滴啦啦 就是摩斯電嘛 對 好清楚喔 清楚的好像在我家隔壁一樣 真的在隔壁 你知道嗎 真的在隔壁 我家對面鄰居是匪諜 對 結果呢 沒有人知道 因為他都在半夜 滴滴滴答答嘛 對不對 我想說奇怪 有比較聲音 比較很清楚的 小孩子嘛 不懂啊 就在那邊聽嘛 後來怎麼抓到的 他是中國國民黨黨內的高幹 他有配宿舍 而且是真的是很棒的宿舍 兩層樓的又有庭院喔 結果竟然被收買了 那來抓人的那一天 我都還記得 為什麼呢 憲兵 那種憲兵的那種車子來對不對 然後呢 憲兵下來 碰就進去 把人一抓 原來是他太太去檢局 他太太去檢局 太太一定知道 因為你要滴滴答答 對 怎麼會不知道 太太因為外面另外有一些 外人不足以道義的事情 是 夫妻失和 那時候的破案獎金 是可以買一層房子啊 你知道嗎 這個都是歷歷在目的事情 而且你去看他這幾年抓的共諜案 破 除了羅賢哲這人之外 破一百萬的不多欸 對 為了幾十萬 為了區區幾十萬 華航是一萬 你知道嗎 他們竟然就 把自己的靈魂跟國家 跟自己一生的熔爐賣了 讓自己跟家人一輩子蒙羞 所以你說怎麼能不小心留意呢